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连亮的老人家都有办法爬 一定很轻松了 你好 你先走一步了 你好 好辛苦 小心别跌倒人 好高 爸爸 你没事吧 因为我有一阵子没运动了 至少盖着我的屁股让你元气百倍 完全无效 风景真的好漂亮 做懒成一下子就到山顶了 轻轻松松 我不行了 你休息一下吧 爸爸 尊重一点 看看这个 让你元气百倍 不要用屁股擦我的脸 你们怎么了 他们是怎么了 怎么会这么慢呢 老公 你怎么了 再做一点 不用紧张 只是一开始爬太快了 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什么 老公 你太着急了 我的爸爸真的给你犯了很大的麻烦 这添了很大的麻烦 非常感谢你的好心帮忙 谢谢你照顾我们家老公 老爷爷 你真的是超级厉害 因为我每天都靠爬山来锻炼身体 这位老先生真的好厉害 如果比脚的错位就是爸爸比较厉害 你少啰嗦 欢迎光临 我是野员 有定房间 万年股长还有二十三年的房贷要求 你不要说那些不相关的事了 让你们久等了 不好意思 麻烦请你在这边登记 欢迎光临 我是负责接待野员先生一家人的服务生 叫我千锦就行了 还请你多多照顾我 小朋友你好 我是野员先生住五岁 是夏日鬼班的耳上儿童 你才胡说八道什么 我的名字叫做广志 年纪只超过二字头一点点而已 老公 这里就是你们几位的房间 开始对生活方式感到疑惑的卢瓷房 超凉船就在眼前 这个风景太漂亮了 真的好漂亮 今天晚上六点左右 我们会带领各位去观看卢瓷捕鱼 在那之前请好好休息 非常谢谢你 千锦修 那个女孩子真漂亮 小心我们去泡温泉好吗 泡热水真舒服 千锦修 你说什么 你的脸好红 泡太久了 小心 你没事吧 没事 泡完澡好舒服 今天很早就起来了 好想睡 在六点之前就先睡个觉吧 好主意 怎么了吗 真的好漂亮 谢谢你的赞美 天气一热 花朵就撑不久 因为爸爸妈妈都睡着了 我还无聊 这样吗 那这位小朋友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散步呢 今天也要照顾小星就好了 好 小星 我让你看个好东西吧 好的 不要再说那些不值得一提的歪理 乖乖的上船吧 喂 你好 小千呢 超级老爷爷 你是之前那个小孩 原来你们认识啊 他是我们的房客 可以让他参观卢瓷吗 好 可以 我先走了 哦 这里有好多黑色的鸭子 那个不是鸭子 是鲁瓷 哦 这个就是 这 是吗 小四 你帮忙解释一下吧 没时间 我今天忙得很 看来今天又被你爷爷骂了 他叫我从今天开始要上船了 哦 哦 因为你爸爸现在正在住院嘛 你不来做的话有谁能做呢 我会这样就变成鲁瓷鱼师吗 你在说什么啊 鱼师的孩子就是鱼师啊 这种工作不适合我 不然还适合什么 你明明就没有其他的专场 不用你管 快点回去 讨厌 你说什么 你竟然要那种口气对千锦说话 我绝不会原谅你的 你怎么可以随便把我的作品拿出来玩啊 这是小四读小学的杰作呢 其实你不用担心我们两个 我们是青梅竹马的关系 青梅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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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可疑哦 我们没有什么可疑的啦 千锦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东京 我才不要 人家就是因为喜欢长梁川 所以才不想要离开这里 我也喜欢长梁川 所以我也不想要离开千锦呢 谢谢你 哦 我差不多该回去了 如此于诗实习生要加油哦 小四那小子到这个时候了还在犹豫什么 真是傻瓜 千锦 你喜欢如此吗 非常喜欢 我觉得如此于诗是非常帅的工作 我一直在想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当全国第一的如此于诗的老婆呢 全国第一的如此于诗 全国第一的如此于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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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